好,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功能是模型的分割和合并 那你现在从开学一直做到现在为止,你的模型都是一个 那如果说我想把它切一半或之类的,你只能删除 但是有时候你是想把它变成那样 左半和右半分开之类的这种功能的话,就要用分割 那这边有一个功能是你进入编辑模式,Edit Mode 然后呢,你按下Ctrl R 那它可以做就是模型进一步的细分 就是我如果编不够多的话,我们可以做细分 然后呢,你去选Loop Cut,它会出现一个功能表 那你去选Loop Cut或者是Slide 那你可以调整它的切点,让它切割稀一点 那你也可以选Tour里面的Loop Cut和Slide 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 那这是我们刚刚所做的切割 那这是第一种切割方式 那第二种切割方式是,你在那个Edit Mode 编辑模式里面按住K,然后呢,画一刀 它会从那一刀上面的切点去切 那这是第二种的Exact Cut 那像这个是刚刚那样 那这样画一刀通常画不起啦 所以这种方式切其实不是很好 除非你真的很有信心 切是长鞋,就是Rodget 啊 刚刚有什么鞋子在这里 对,就是如果你今天用K 按K去切的话呢,就是 会是不规则的 哦 哦,这是谁的随身碟 徐锦尚同学,有没有来 好,OK 那,所以这样子 切完,那就会变成 又多了,多了几刀 OK 好,那我们来稍微 稍微 做一下这件事好了 好 好 那,首先进入编辑模式 你可以选这边 那,先取消掉 那这里呢 刚刚我们这边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按下Ctrl-R 然后移动滑鼠 那时候我按下Ctrl-R 然后移动 OK,它有再 一个粉红色出来 这就是切 你按下去之后呢 它这一个还可以动 所以它不是说 那个粉红色就是切点 按下去之后这个还可以动 那你就可以把它切一搭 那如果我再按一次 再按Ctrl-R 再做一次 那它就会再移动 那如果你切的 选其他平面 它还是会有一个 那个粉红色的切点出现 那这样子 OK,就可以切 好 那这是第一种 就是你对模型做细致 一点的切分的方法 那第二种是用KnifeCut 那第二种是用KnifeCut 啊 啊 啊 这里啊 就是我们按住K 然后呢 使用 使用切刀直接 就是滑鼠直接这样切 切下去 那我现在做一遍 假如我今天按住K 然后它是不是出现一只刀子 OK 把它切一下 啊 那你 按Enter之后 它就切完 按Escape 欸不对 按Escape就取消了 按K 然后呢 切 欸 怎么又回复了 好 再开 不是 对 对 按滑鼠一下 好 这样就有切了 但是我要怎么 怎么结束 哈哈哈哈 好 真的蛮有趣的 好 这下 诶 结束就不见了 诶 应该有一个办法 这样不就白忙 诶 我记得按Enter 应该它就可以 还是我按错 对啦按Enter 没错 按Enter 按Enter 按Enter就可以了 我刚没按Enter 但是这种切法真的不是很好切啦 就是你 你这样子切会切得很乱 好 好 OK 那这是切割 第一部分 好 那 直接继续看第二部分好了 因为我们刚刚所看的切割哦 其实 其实你只是在修模型而已 就让它的边数啊之类的多一点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把东西切出来 也就是说它回到物件模式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回到物件模式之后 这还是一个地方题 并没有改变 那如果今天是想把那个东西整个切掉 变成物件模式是两个 那怎么办 这时候就要用这个选取分割和连接 好 那选取呢 分割和连接 选取这几个 这几个快捷键要记住 A是全选或全取消 B呢 是狂选 狂选就是我可以点一下 然后呢 拉 有一个范围 C呢 是圈选 它会有一个圆圈 你可以按滚轮变大变小 然后去圈它 好 那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物件的连接 和分离呢 我们可以进去 然后用滑鼠邮件去选 那你可以按住shift的可以连选 那 选好之后呢 你可以去 也可以用B 或者是C 去框选圈选 但是选好之后 你如果 要做分割的话 要按P 但是这是在编辑模式里面 按P是分割 那如果在物件模式里面 你想把两个不同的物件接起来 要按Ctrl J 按Ctrl J 按Ctrl J 那 所以 这里是它 那个官方网站的一个示范 join selected mesh 那就 按那个Ctrl J 就可以做连接 这是在物件模式的 那分离的话呢 是在编辑模式按 按这个P 那之前前选是BB 现在已经改成C了 所以这已经是C 那你也可以删除顶点 选一个点或一个区块 然后你按Delete 就会把那个顶点删除 那你也可以建立新的面 如果你今天 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面 它其实已经被删掉 或者是说 你形成了一个新的面 那但是它没有连接起来 没有即使连接起来 它也没有变成一个 一个有平面的感觉 你这时候按F 按F就可以让它出现一个面 好 那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样子连接两个物件 按Ctrl J 去把它连接起来 这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立方体 而是一个 这种形 就不是两个立方体 而是一个这种形状的东西 那就连在一起 那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立方体的一角给分了 分了 那这时候 你会看到 OK 我如果切割 按Subdivide去切 那切完之后 你把其中一角给分了 分出来看看 那这个分就是 要先选完 按B狂选之后呢 再去按P去分离 按Separate Separate 去分离 OK 那 回到物件模式 你就会发现 这一角跟那个立方体已经分开 好 那我们就把后面的这一段给做一下 那这个我就删掉了 好 我们重新放一个 重新放一个Cube 那我们先做连接好了 我们先做连接 所以我按Shift D 去多一个Cube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OK 这两个Cube应该是有连起来的 但是呢 事实上呢 两个是两个 完全是独立的 好 那 虽然它有重叠 但是它是独立的 我如果要把它 连起来 那我要在物件模式按Ctrl J 这时候就连起来了 再也分不开 按Ctrl J 那 如果你再进去做编辑模式 你会发现它那些线其实还在 那 那 那这时候如果你真的按完Ctrl J 你后尾了 怎么办 那 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 是 我 我 对 选复原 就是 我按 Ctrl Z 这时候它又分开了 对不对 好 那 按Ctrl Z是一个办法 但是如果你已经做了很多动作了 你已经没有办法按Ctrl Z 回到原来的 那怎么办呢 好 就是 尽量 尽量不应该 不应该分 不应该放在一起的东西 不要放在 硬把它接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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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你就会很难做 所以这个Ctrl J 虽然我们有 这样子讲 但是你真的要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 很小心 不要把那种 你一定要百分之百 不会再分开的那种东西 你才会按Ctrl J 那不是百分之百不会再分开的 你千万不要按Ctrl J 有别的方法可以用 别的方法可以用 好 那 这种 啊 啊 我们进去 如果今天我真的想 用很暴力的方法把它分开 那我就选它吧 按B 我来选一下 好 那这里先看一下它是不是穿透模式 Limit select to visible 所以不是穿透模式 这样子 好 这样才是穿透模式 但是这样会有个问题 我可能会把另外一个物件的 的点也 也选起来 你看这里也亮亮 那这样子的结果 我按P的话呢 separate selection 结果另外那一个立方体 它的那个一角可能会被我拉走 好 那现在呢 已经变两个了 诶 没有诶 它选得很好 那 所以我还是恢复了 但是有时候你没办法选那么好 能够选那么好 这个case太简单了 好 那有时候你没办法选那么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试着去做这种合并和分割动作 那刚刚我们有做一个 就是说分离一角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分离一角 我在这边呢 按工具 里面 add modify 用 subdivi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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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rvice 这不是我不要的 那 ok 看一下 subdivide 诶 看一下头一片好了 有时候都忘记 诶 这里 按subdivide 对啊 工具按subdivide number of cards ok 可是 我只看到这一个 还有一个subdivide 没有 没有 没关系 就按这个试试看 哇 它已经变成这种 所以显然不是我们要的 啊 我们要的subdivide 我记得 按w 或许 哎 哦 要在编辑模式 对 要在编辑模式 然后呢 如果用这个 这个还是会 如果用w ok 这才是subdivide 在编辑模式 按w 要先选一下吧 按w subdivide ok 这样子就切了 再做一遍 再按w 再subdivide 那这样子就切了很多个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全取消 按a ok 那你看到这里有一格吧 我用 我如果按b的话呢 是狂选 狂选 ok 我狂这里 我随便狂了 所以其实会狂到一些 不要的部分 不一样的部分 那 如果你想 狂的更精确一点的话 先全取消 那你可以单狂面就好 单狂面的话 我就这个选 这个选 这个选 这样比较不容易 这个其实狂错了 光这三个面就好 好 那这时候我把它 做分割 按p separate selection 那 这样子 其实它就分掉了 这时候你看 这一个物件 其实 看起来好像还一样 其实不一样 这个 不一样 它已经 一角不见 一角不见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 分割 和合并 那请各位 稍微去操作一下 多试一下 那个 动作 因为有时候 blender 做到后来 动作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没有熟悉 就会 忘记 像我就常常忘记 好 那各位再多操作一下 练习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